台灣現在水情又拉緊報了 像石門水庫的蓄水率 跌破了四成 南華水庫也跌破了五成 我要請教朱老師 接下來我們說到發展AI 你一定要用到水 然後另外你要在 嘉義高雄蓋先進製程的廠房 你也需要用到大量的水 會不會上演搶水大戰 確實非常有可能 去年全台灣都很OK 因為降雨多又有颱風 所以水是很豐富的 可是從去年底到目前為止 住在南部的人就有感受到的 幾乎沒下雨 北部是還好 所以大家看到幾個資訊 你看到這幾個主要水庫 有沒有看到石門水庫蓄水量 剩36% 新竹的寶二只剩45% 稍微多一點的周文水庫 也不過53% 南華水庫44% 注意到這些除了寶二 是在北部以外 其他都是 石門算北部 這兩個在南部的 這問題就很大了 尤其剛剛提到 現在台積電準備要在嘉義 在高雄 你有水嗎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我們剛剛講到 去年不缺水 除了說因為降雨比較多之外 大家可能忽略了 還有一件事情 因為去年我們的經濟不好 我們的出口是衰退的 所以用水用電量都減少 但是今年預估我們的出口 可以成長6%到8% 那代表整個工業用水用電 都會增加的情況之下 這是一個大問題的 問題是現在才3月 接下來美女季節會不會下雨 不知道 快來幾個颱風 不知道 所以你可以看到 眼前就告訴你 在南部的南化水庫 除水量你看到 甚至44%多 你看到這個河床 已經乾枯了 甚至屏東有農民跟你說 我沒有 沒有河川水 我挖水井蟲 可以吧 不好意思 30公尺 還挖不到 還挖不到水 你說怎麼辦 所以現在 台南 高雄 屏東的首長 開始要搶水了 尤其是在高雄 為什麼呢 因為高雄 大家很不知道 因為高雄缺乏大型的水庫 所以他們的水都是河川水 可是你看到 整個河川水 7成來自於高平溪問題 是我們剛剛看到這種情況了 那你說怎麼辦 那再來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去年因為降水很多 所以當時就想說 既然買水 尤其石門水庫 蓄水量高達9成 所以過去幾年 都是因為怕缺水 所以都休耕的農地 去年底跟你說 沒問題農民 你要做你就種吧 糟糕 你不能說他錯 因為你怎麼知道老天爺 後來就不下雨了 所以你看 剛剛講到 現在這些蓄水量 可能已經降下來了 現在告訴你 問題是當年 休耕的時候 蓄水量都還有4成 可是今年預估 可能有些都已經降到 3成的情況之下 問題你還要求 跟農民說可以種 那你怎麼辦 對 這是個大問題 那再對比到 我們剛剛講到AI AI很耗電 這個之前節目講過 我們再看到耗水的問題 好 來 大家看到這一次的這個 這個 被打GV的大會 都已經跟你講這些 GV200 對 好 所以你看他跟你說 我現在要用液冷氣冷卻 因為高速預算會產生高熱 你看即便用了這個冷卻之後 溫度其實還是有45度 45度還是熱的 可是你知道如果沒有去冷卻的話 網路上有很多的YouTube拍的影片 可以煎蛋煎牛排 你不要懷疑 不是開玩笑 你這樣知道不是熱 是燙 是燙的 所以他必須要去冷卻 好 可是問題是現在這個AI到底有多耗電 多耗水 大家聽都沒有什麼概念 我們就用CheckGVT大家最熟悉的 我用一次CheckGVT去問一個問題 他居然就要耗掉 大概500cc的一瓶寶特瓶的水 問一個問題 問一個問題 你就耗掉一瓶寶特瓶的水 如果你是要他去生成一張圖 對 他要耗的電 他耗的電是你一天一支手機的用電 好 問題是他一個月要用15 有15億則問題 要回答 所以你看這是一個多可怕的問題 再來 好 就不要說AI 像Google 微軟 乃至於Meta 他們是有很大的資料中心 這個資料中心也都是吃水吃電的大怪獸 我們就以Google來說好了 Google在台灣準備建三座的資料中心 一座在彰化早就已經落成運作了 台南本來有一座要說要蓋 可是到目前沒動工 可是雲林的那一座已經在蓋了 你想Google全世界有28座 光台灣就有三座 哇 好看得起台灣 好喜歡台灣 可是其中有一個問題大家可能沒思考到了 沒有錯他會在台灣建資料中心 可能是因為台灣有科技 但是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台灣的水電非常便宜 尤其是我們對資料中心的設置是沒有水電的限制的 可是你對比到新加坡也好 韓國也好 他有說你的資料中心如果耗電太多 我是可以把你卡掉的 台灣沒有限制 是 那你說這怎麼辦 所以我們再往下看到 不是只有台灣有這些問題 印度這幾年布也是很在努力 對 印度也面臨一樣的問題 你看到尤其號稱他們的矽谷的班加羅爾 現在已經缺水到什麼情況了 居然這個專業人士去到那邊 是因為我實在沒有水 因為我住不下去 因為我別的不說 不要說喝的 我沖廁所也沒有 洗澡也沒水 也洗車就跟不用搶了 我什麼都沒有 甚至還有代理公司在開會 有員工缺席 為什麼 員工說 因為我要去追這個水車 家裡停水 水車固定時間來送水 時間到我要去搶 去搶水 天啊 你沒有辦法想像 所以要靠著水車來維持他們目前的生活 對 因為你自來水打開都沒水 好 那再來還有微軟員工 你的新的員工來印度工作 結果我給你的備忘錄裡面 有特別提醒你 水的問題 你什麼時候想到說 員工備忘錄裡面 可能都是講公司的 譬如說什麼治安 保密協定之類的 居然是告訴你要節約用水 不只是他你看到代額等等 Walmart等等 這些公司都有類似的情況 不過我請教主老師 因為其實包括像台積電 尾創在很多台灣廠商 其實在當地也有落腳 那現在缺水缺那麼嚴重 他們怎麼辦 那就是你自己個人 要購錢本事的 一個人就跟地方關係好 你想辦法就有水 再來就是像譬如說台積電 他缺水的時候要怎麼做 兩個 一個水回收再利用 這是大家最常看到的 另外一個再不行的時候 就是什麼 我海水淡化 可是海水淡化的成本高 所以你看到印度有這麼多的問題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微來關心的是00939 在今天掛牌上市 潛了爆出了高達77萬張的大量 那麼相關的成分股怎麼觀察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微來瞭解 一個由我們再稍微報道 但是再想休息一下 怎麼可能